我不想看 我們確定要爬這個嗎 大家好 我是小燕姐姐 我現在人是在台中的旺高莊園 來參加南港輪胎首次在台灣舉辦的 越野駕馴體驗影 那這一次啊 因為這個場地 你們知道嗎 它真的是一個很厲害 很有難度的越野場地 所以這一次 他們邀請了Jimmy的車主來參加 那你們可以看 現場滿滿的Jimmy 迷彩的Little D 還有很多純原廠的各式各樣的Jimmy 而且這一次比較特別的是 他們很多車主都是完全沒有越野經驗 就是要透過這一次的活動 來學習怎麼樣安全的越野 以及來體驗看看南港的這兩條越野胎 FT9跟AT5的一個性能表現 又一個女車主 我一定要來採訪一下 在裡面 而且這一台都改立頭低耶 好帥喔 嗨 哈囉 不好意思 我這樣子好像那個登圖子 我們可以下車一下嗎 可以先跟大家介紹一下你 你怎麼稱呼嗎 我叫思汝 思汝 對 女生喜歡越野很特別耶 算是 因為其實我一開始是開轎車 然後就自己的男朋友就說 想要買一台來試試看 然後沒想到我就愛上了 其實我反而覺得女生開這一台會很輕鬆 因為就是你什麼路況你都可以直接衝過去 衝過去 對就是不像叫車 你可能還要稍微回避一下一些東西 對我反而覺得這台很適合女生耶 我覺得一定要改 因為我們一開始就是用他們原產的胎 然後在歐布路的時候其實屁股會滑來滑去 然後就會覺得好像快掉下去那個懸崖那種感覺 然後自從換了之後就是抓地力變很好 所以我覺得一定要改 嗯 那我們就是有裝那個車頂架 嗯 然後雲胎跟寬我們都有改過 然後因為我個人很喜歡就是 發門聲的那個聲音 所以我改側牌 帥的側牌 然後前面的話 因為其實這台車有幾個套件 我們是改LITTLE D 對對對 就是這樣你們看到這樣子 就像Defender 小的Defender的感覺 對 各位觀眾 我假裝很搖有沒有 好 我現在是坐在呢 今天的活動體驗車 Jimmy的車上 那在我旁邊的是我們的專業教練 薰迴 大家好我是薰迴 我想要先問一下 就因為像這種越野的話 它是不是有哪些比較重要的地方要注意啊 其實我們從方向盤的握法開始 我們一般的方向盤一定是握在3.9點鐘方向 那Offroad比較不一樣的地方就是 我們彈褲子絕對不能扣在方向盤裡面 因為我們常常會遇到一些急迴旋的一個狀況 那我們只能用虛握的方式 那不然的話 我們曾經有車手 因為這樣子而打斷的褲子 喔真的 對 這在方向盤方面 是 那這油門跟煞車呢 那這樣形容好 如果我們在賽道 就像是在打拳擊 你要拳旋到位 那我們在做Offroad的時候 我把它形容成像在打太極 我們要以柔克剛 所以我們的油門 煞車跟方向盤都要非常的輕柔 而且要分成很細 大概是10段 每一段大概是100轉左右的一個程度的油門 那煞車呢 煞車基本上來講的話 我們會用到煞車最多的是顯下坡的時候 顯下坡的時候 我們除了有走步環境系統之外 那我們的煞車也是要很溫和的 用壓的方式 因為尤其是在像我們旺高樑的浩漢坡 大概是40度左右 如果你急煞 你屁股可能會翹起來 那嚴重的話可能會犯跟動 是 對 所以煞車也是要像你講的很柔和 很柔和這樣子 對 那好像我們現在行進的這個是鵝卵石的路段 那鵝卵石的路段非常考驗 尤其是輪胎的一個抓地力 它的附著力跟抓地力不好的話 那你很容易在石頭上造成滑動的一個狀態 那會讓開的人覺得非常的不安定 像這麼大顆的卵石 基本上一定就是要這種MT胎才有辦法 對 一定要MT胎 那如果說你是用一般的AD胎或是接胎的話 也許過得了 但是駕駛會開得非常的痛苦 你一直要跟路面的去做一個搏鬥的動作 對 所以我們還是建議就是越野的轉用台 來做Offroad會比較開機速度一點 像我們通常就是切到4L就是那一種加力檔 那再來我們就很專心的去控制我們的方向環 也我們已經煞車 那其他的扭力的一些分配 或是循跡性的分配 我們就交給GIMI的電風系統下去處理 OK 那我們現在到了 黃高寮最著名的一個好漢堡 那我們現在準備要下坡 對 下坡的時候我們是完全看不到前方的 對 那這個角度大概40度左右 那不要害怕 這個時候我們的程序就是我們把我們抖破環這樣打開之後呢 一樣不打 下坡的同時我們要保持 車身跟行進方向一定是要比直的 屁股有擺的話 你就要反打去做一個修正 對 我們現在要慢慢來 這個脖子就好陡喔 放輕鬆 我不想看 實在有一點惡心的感覺 對 但是我們只要好好的 而且它這樣都燒得住喔 對 我們剛剛抖破環下已經有一個使用的作用的感覺 可是一般抖破環下已經有一個使用的作用的感覺 我們就不用去踩 才有一個煞車 可是有時候它可能 下去的速度稍微在快的時候 你還是等煞車稍微輕輕的介入 但是切記 絕對不能重踩煞車 嗯 因為它重心往前跑的話 踩太大力 你可能會前空翻 嗯 然後呢 現在我們要來到我們的 跑漢坡的上坡的部分 我們確定要爬這個嗎 當然 我們現在上坡囉 來上坡的時候 我們一定要保持 車身跟我的行進方向要平行 嗯 然後現在向下 欸 給一輪打滑了 這時候我們油門Hold著不能放 欸 不會上去再加100轉 再加100轉 有沒有 現在電控已經抓到traction 現在你車子往上蓋 輕鬆的控制好你的方向爬 這感覺它是真的蠻輕鬆 當然我們心裡壓力很大 一個很大的要訣就是 我們的油門的穩定性 絕對不能大腳油門 你就是穩定的維持在一個轉速 然後不夠100轉100轉 就上去了 是 基本上 這麼陡的坡可以這樣上下 應該跟Jimny的這個越野協同 有很大的關係 但是以輪胎來講 像越野胎來說 我們今天體驗的這個是MT-1 對 MT-1 MT-1算是重度越野胎 對 比方說我們今天想要參加越野的話 在輪胎上 選擇有什麼要注意的嗎 其實選擇上注意的話 其實主要還是看我們的路面 像剛剛汪高瞭 我們有那種鵝卵石的路面 或是說像我們剛剛好漢波的時候 它是有全黃土的一個路面 這時候我們就需要像MT-1 這種比較大花塊的花紋 你如果用太細花紋的話 它沒有辦法去有效的去把土抓住 那你車可能就會造成偏滑 所以像今天呢 就像車主他們試乘的這個FT9跟AT5 事實上他們在走這種路面都是沒有問題的 都沒有問題 對 只是差別在輕鬆與否的一個狀況這樣 T9因為它也是MT的等級 所以它會再更輕鬆一點 對 它會再更輕鬆一點 像今天的這個 南港他們越野胎 在特性上有什麼不同嗎 其實南港的越野胎 如果說我們要講的話 在排煞或是說鵝卵石的方面 它給我的感覺是 多了一份信心感 就是你會覺得很安定 那以往我用過其他的品牌 它也能夠克服一樣的關卡 對 像是在克服光卡的時候 它就不會像南港輪胎一樣 讓你覺得那麼的安心 放幾個 其實我們現在這一台的教練車 我們的胎牙是沒有放的 我們是維持標準公路用胎牙 但是一般來說 我們進OMROAD的時候 都要放軟一點 可能要放到大概30 甚至更低 我們依據場地的一個狀況 我們今天是沒放的 那今天不放的原因是什麼 如果我們不放都還能很輕鬆的攻克 這一個困難的各種地鞋 那代表說放了之後的效果會更好 它在輪胎構造上有更加不一樣的效果 如果說 如果我看過輪胎構造 因為我看過這條MT1的鋪面 那它在於胎皮的側邊 它有特別強化它的鋼死層 所以說在遇到一些 即使胎它放了之後 那你遇到一些尖銳的東西的時候 它的鋼死層是非常的強硬 那這也是為什麼 我們在開的時候 會給駕駛者安定感的一個原因 就是因為它的胎皮夠強韌 所以說它比較不會正義的 去有一個扭動的一個感覺 尤其像我們現在前面 是鵝卵石的散步 對 更能讓小蘭姐去感受到我剛剛講 鵝卵石也太多了吧 對 很在前面大的一個鵝卵石 我們要把它壓過去 很大顆耶 一樣壓過去 高貴 高貴 一般車真的能夠 這種路段真的可以完全體會到 GMI這種 就是越野車 真正正統越野車他們厲害的地方 是的 但是就是也要配好的胎 真的 如果今天是配一般胎來的話 我覺得來這邊也是 沒有辦法施展它的拳腳 其實在活動前 兩個禮拜我跟一個車友 借過全運賞車來這邊談我 過得了 但是非常的掙扎 對 不能說像我現在開的 我邊開還可以 就幾乎不會停頓下來 但是如果是原廠它可能就 打滑很久 而且你要挑很多的路線 那一套好的胎的話 其實 老實講 你不太需要挑路線 要路挑爛的時候就對了 滴滴龍 對 滴滴龍 就是這一條 MT-1 真的很厲害 你們應該看得出來 那個路況有多可怕 那在這邊也跟大家簡單介紹一下 越野胎 不管是什麼品牌 他們會有一個共同的分級制度 分為MT AT 跟HT 三種等級 像以MT這個等級來講 它就是屬於重度越野專用 所以你們可以看到 這麼大一個 這麼深一個胎塊 所以它在路上開起來 就是會很大聲 然後行路質感也比較差 那至於AT 像今天體驗的另外一條 就是這個AT5 這一種就是比較均衡 也就是說 它還是一樣有接近 可以重度越野的性能 但是它又可以兼顧一些 行路上的質感 就是可能胎罩稍微再好一點 然後在路上開的這個 輪胎蠕動的感覺 也會稍微小一點 那像HT等級來講的話 就是一般的休旅車用的胎 像這一條SP9 就是比方說CRV Rock 4 所有的休旅車 都是適合使用這種類型 那今天 雖然剛剛姐姐 是體驗這一個MT1 但是今天的所有的 Gimney的車主 以及現場的民眾 他們是可以體驗這兩條 FT9跟AT5 那FT9 其實基本上它的等級 跟MT1一樣 都是重度越野胎 但是為什麼是用這一條 是因為它是出比較中小尺寸的規格 所以Gimney的話 如果你是原廠什麼都沒改的車主 這個就有你的規格 但是如果你要像我們剛剛的那台試乘車 你要改大腳或者是皮卡的話 你要大尺寸的 那就是選MT1 這個我一定要來採訪一下 我剛剛看到一個超年輕的女車主 哈囉 嗨 不好意思 我可以打擾一下嗎 可以可以 哇 它車好香喔 哇 大家有沒有覺得 我覺得你的整個造型超像日本 日本很多女生都喜歡玩Gimney Gimney Girl那種感覺對不對 對 大家好 我是Bobo 然後我玩吉普車應該是只有三四個月 因為剛交車三四個月 車上像這個方向盤套跟椅套 其實都是自己去買的 因為覺得本身比較燒包一點 所以就會配比較豐富一點的顏色 然後像水杯架啊 然後或是靠枕啊 或者是像女生都會一定要放這種 太陽眼鏡的盒子 或是中間的置物盒 或是排檔桿套 好漢佛那邊就是挑戰度非常的高 因為要很專心 然後也不是快就可以很完美 對 那我在想要請教 像你平常都是用什麼輪胎做越野這個活動 我是以AT胎為主 因為就是有越野 但是大部分的時間都是走平路比較多 所以AT胎的話它的狀況會比較穩定 我昨天體驗的是AT5 我覺得它的穩定度跟操控性 我覺得非常非常的棒 就會比較舒服 它在越野的時候 它的抖動啊那些都 其實我覺得還蠻平順的 抓地力又更好 接下來呢 我一定要來問一下這一位 即將成為越野界的必卡索夏老師 嗨 大家好 夏老師畫車超厲害 改天可以幫我畫一下嗎 OK 沒問題 我做的那一條是AT5的胎 它應該跟我的現在的胎比起來 它的紋路是稍微細一點 但是雖然它的紋路胎塊比較小 但是它其實我們昨天體驗的全程 這些越野路況其實都可以輕鬆應付 我自己的胎 雖然胎花比較粗 也比較有信心下去 但是我覺得其實那樣的胎花就夠用 因為那種胎花你在一般道路使用 安靜性跟排水性可能都會比這個好 對 因為我們要兼顧 我們不可能每天都在offroad 對 如果這樣子細花就可以的話 那真的是很均衡 就是說你一般代步跟來玩的時候 就不用一直換胎 一直換胎 對 比較適合全地形使用 今天除了體驗到南港這兩條越野胎 以及這種offroad的樂趣以外 其實我真的覺得 比如說如果你真的花70幾萬 然後買了一台Gymney 或是說買了一台中古的這種 真正能夠越野的休旅車 你就像今天這些很多車主一樣 其實底盤也不太需要去做什麼變動 你只要換一個好的輪胎 然後就可以來享受這樣子一個 跟平常很不一樣的樂趣 然後又可以認識這麼多的新的朋友 我覺得這其實很不錯耶 好 開啟越野模式 空轉 爬坡 打滑 打滑 打滑晚將 好醜喔 為什麼要這樣子 打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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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滑